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艺复兴 地理大发现和科学机构的变革 文艺复兴主要发生在现在的意大利 当时主要在各个城邦国家 香港作家梁文道先生 曾经以春秋战国时期比拟文艺复兴 这个对比有其合理之处 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周朝的封建礼法制度濒临崩溃 各个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号令 秩序的解体时思想伯兴 最后有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 同样在接近2000年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中世纪的神权封建秩序不再能够维系 新的精神即将喷涌而出 在这两个时期纷乱平仁 对普通人来说未必是姓氏 但是对于新思想 新文艺 新科学 则是大大的好事 文艺复兴其实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到了16世纪 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 大家在高中时应该学过拉斐尔的《雅典学员》 这可能集中表现了当时的欧洲知识人对古典文化的向往 在文艺复兴时期 有一位在科学史上值得一提的大画家 那就是达芬奇 达芬奇一生涉足过很多领域 是标准的文艺复兴人 当然 现在可能对他的成就有些夸大 但他在工程领域确实有很多经验 他造过桥 他造过机器 还对解剖学和化学也有兴趣 就从达芬奇这位我们现在成为画家的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来 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知识分类和学科划分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 这样一来 达芬奇既是艺术史上的人物 又是技术史上的人物 还可以是科学史上的人物 所以现在国外主流的科学史研究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很多研究艺术史的都会涉足一些科学史或者哲学史 在16 17世纪 欧洲还有一个重大变化 那就是地理大发现 这些大发现主要是由远洋探选家们取得的 这些探险有的出于人类天生的好奇 有的出于贸易需求 还有的是宗教热情 远洋探险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颇为流行 葡萄牙人达芽马第一次越过了好望角 到了印度 开发了新的贸易航线 而西班牙则支持了哥伦布 最后到了相对贫瘠的南美洲 麦哲伦的船队则穿过了太平洋 见识了整个地球 我想这种地理大发现造成的巨大影响是很容易理解的 它让欧洲见识到了整个世界 极大的拓宽了眼界 它对科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像博物学一类的学科 从此可以采集海量的标本 进行分类工作 而后来的比如人类学和民族制等等 也只有在欧洲人见识到了整个世界其他族群之后 才有条件展开 当然这些学科在16 17世纪还只是零零散散的 而到了18世纪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就会开始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 最后我们讲一讲16 17世纪的科研机构 讲到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研究机构和我们现在一样 是高度组织化甚至高度科层化的机构 是科学家在大学里当教授 招学生拿项目发论文 当然当时也有大学 伽利略早年就在当时意大利很好的大学 当时的大学延续了自己在中世纪的角色 主要还是讲授亚里斯德的哲学 大学里边的教授很少进行新的科研工作 只是传授旧的知识 新的研究工作主要由一些新的机构展开 这些机构主要由当时的王室或者贵族资助 伽利略后来还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教授职位 接受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的资助 后来在民族国家相对成型较快的 比如英国和法国 相继建立了皇家学会和巴黎科学院 而在德意志国家这边 莱布尼茨也在1700年成立了柏林科学院 但我们不要以为当时的这些所谓科研机构 有很高的专业性 虽然不少机构有国家资助 但他们应该算是一些爱好者俱乐部 当然其中有些爱好者水平非常高 值得一提的是 科研机构的变革和科学革命本身是分不开的 老的体制就是中世纪大学体系 教的都是亚里士罗德的自然哲学 科学革命中出现了新思想没有空间 这时候这些新思想就需要新的组织机构去承载 这其实是很多机构改革的常态 老的体制伟大不掉 非常臃肿利益盘根错节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另起炉灶 用新的成就把老体制慢慢边缘化 好了 这一节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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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